后学请问佑小师 诶 请收 今天复小师要后学在佑小师到高层上去 那有一个问题 私底下要请教佑小师 好 来 你收 后来后学在这边坐 因为佑小师也来到佑小师上课 佑小师上课 佑小师就跟我讲说 佑小师以下请教佑小师到佑小师到佑小师 对 那后学请教佑小师 因为后学在佑小师上 我如果是好办 我都会出去走路大概走三十个钟 在走路的当中 老师就跟我说 老师一来就跟我说 你去把心静下来 就是你不要无事乱行 那我把心静下来 因为我一直裂光的方向练到现在 我都只要把心静下 那个魔性马上就出现出来 而我在走路当中 我就是走走走 我就是尽量把心静下 然后也是在裂光的方向 就是很习惯这个样子 那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就是把心静下 也是这样在开车 也是这样开车 那这个很败 很败的 因为我亲戚 我的阿姨要嫁离了 那我把阿姨要嫁离了 我就开车 跟他带着我家的到台北去 然后我从台南出发 那天早上我七点起床 然后早上都有开店 开到中午十二点 那我小孩子他下课 我就去学校再找小孩子 然后到台北 大概十二点半出发 然后一直从台南开车 然后开到台北 大概到台北的时候 四点半 四点半的时候到台北 那一路上 因为开车很不了 我就把心静下来 把我心静下来 那个佛心就呈现出来 那这一次 让我感觉很奇特 而且我从台南开车到台北 因为那路组会很遥远 那一路都坐 固定都不动 有一点关东 我一定要下来上个厕所 我还是休息一下 那这一次我都就是 就是没有休息 就这样一直开开 到台北都没去下 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有个感觉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很轻松 没有轻松 他精神都轻松在开车 就是会很累的一句 听到他有爱本 他当天到那边 我觉得不会累 然后 因为亲戚很久都没有见面了 跟他们聊天 又聊到晚上一两点 从早上七点就起床 聊到晚上一两点 然后再睡觉 我开车开到台北的时候 我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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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是一个样子 好 对啊 所以由陈修这样一发表以后 各位就了解说 只要你做都一定有功效 所以他就是能够心一静下来 各位前选 这个心一静下来 虽然说很平常的事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你心一静下来 就等于是那个蜿蜒放下 蜿蜒放下的时候 你请佛性出来当家 你请佛性当家在开车 你不会累 所以要了解到说 你人的话 这个都会有一些情绪 我们的情绪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身体的运转 就会自然会有疲倦的情形会出现 那我们的佛性它不会 佛性它没有两边 你只要集中精神 它就出来 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你不要有三心两意 你不要想东想西 整个都是佛性 那整个都是佛性 你走得更疯你也不累 走得再怎么久 你都不会累 所以那个都已经是佛性当家 所以我就讲说我们日常生活 请佛性当家的话最理想 因为它没有业 你请佛性当家所应对的事情 不落入业 无业 不管善恶 我们应对够了就抛开 那个全部都没有业 所以他这样一问 正好就跟他平常做的相互合 万远方向 虽然那个时候是在开车 可是他已经一样是万远方向 那个佛性前心前意在开车 佛性在开车 所以他不会累 不用休息 不会累 好 我回答他才有问题 好 老师 那个我在走路的时候 老师他第一句话 老师跟我讲说 你现在要去修 那个行住坐窩都是常 就是把你的心静下 下在放你放下 那 这个行住坐窩都是常 是不是这样 在走路的时候 那个 心静下 然后佛性呈现 就跟你在产地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跟你 是不是跟产地 就是那时候就是在产地 对 那这样就 我们练这个就是跟打坐 对对对 行住坐窩都在产地之中